家長怎樣可以知道子女會有子優的特質呢 其實主要都是幾方便的 一方面就是創意能力 他們會有很多天馬行空一些 或者古靈精怪一些的想法 或者不同的 就著同一個事情都有不同的意見 所以引伸下來有多時會和家長搏嘴 因為和家長有不同的意見 或者不同的看法 另一方面就是他們會很熱衷於做某一件事 自己有興趣的事 有些同學會看書 書不離手 有些同學就可能對城市規劃很有興趣 自己去製作地圖 現代的地圖 古代地圖 甚至將來的城市發展規劃等等 另外有些同學就因為他的智力水平 比同年紀的同學其實是高的 他們的理解能力強的 所以和一般同年紀的朋友或同學相處 其實會有困難的 他們多些時間會自己 選擇喜歡自己思考 孤獨一點 和同學相處就不是那麼容易的 另外有時之休的同學會投訴回家 和現在的媽媽說上課很悶 所以不想回學都有的 所以如果有這樣的情況 那家長就要留意了 我想最重要是家長不要先入圍著 有時老師投訴 或者出現了甚麼問題 就會覺得小朋友不乖 或者不聽話 有問題 要看背後的原因 還可以看一下 最後一半 再看背後 今天 我們會在一起